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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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友请合奖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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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本愿法 无上甚深本愿法 八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彌陀真实义 愿解彌陀真实义 本字方丈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年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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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奖 这一节我们依然延续上一节 观经下品下身之心意的内容 请大家看广告 第十点 显第十八愿之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之正觉 能够逆傍展提之众生 所谓正觉就是成佛 阿弥陀佛成了正觉 是成了怎样的一尊佛呢 阿弥陀佛为了讲究十方众生往生极乐 并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任何众生都能够快速成佛 而以五劫时间世世思维 最后规划了四十八大愿的南无阿弥陀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四十八大愿 又经过了不可思议少宰永劫 即值菩萨无量得行 最后完成了四十八大愿 在无量寿经是这样说的 超发无上殊胜之愿 具足五劫思维摄取 庄严佛觉清静之行 于不可思议少宰永劫 即值菩萨无量得行 这是在无量寿经所介绍的 阿弥陀佛五劫的思维 兆劫之苦行的经文 四十八大愿的完成 完成了三个实体 一佛身 二度生 三静土 一佛身 完成了十方诸佛当中 堪称为佛王的佛 亦都是阿弥陀佛 是诸佛中之王 释迦茉陀佛在大经之中 心为赞叹地说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 诸佛光明 所不能及 又在大阿弥陀经中 极其崇养地说 阿弥陀佛光明最尊 第一 无比 诸佛光明 皆所不及也 又说 阿弥陀佛 诸佛中之王也 光明中之极尊也 由这个短短的三段经中的经文 彻底显露出 阿弥陀佛这尊佛 他的慈悲 他的智慧 他的愿力 他的神通 在诸佛当中 都是最尊的 都是第一的 都是无比的 因此 能够救到任何圣范 善恶的众生 二 度生 阿弥陀佛的成佛 完成了能够救十方众生的力量 要救到十方众生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 聖人不需要救到 必须救到的是善恶凡夫 凡夫在六度之中 来来去去 循环往复地轮回 无穷无尽 即使是因为善业广大 禅定攻心 而上生天界 但是 天授一尽 依然下堕 如 瑟加茅尼佛 在《涅槟经》就这样说 衰服得受凡天之身 乃至飞上飞飞上天 命中还堕三恶道中 意思就是说 你禅定功夫很高 出生在最高界的飞飞上天 但是 寿命一到的话 还是一样 会随着过去世的业 该堕落三恶道的 就要堕落三恶道 三恶道就是地狱落鬼畜生 海见天是不究竟的 《地狱经》也说 天人受天福尽 由五须尚言 或有堕于恶道之者 《正法念处经》也说 《无耻生死中》 《涅槟福世界》 《从天生地狱》 《从地狱生天》 这段经文意思是说 我们从无耻劫以来 在生死论回当中 生了又死死了又生 所做的善业恶业 可以说是无量无边 遍满了整个虚空世界 因此 即使是出生在天上 天寿已尽 有可能你过去世 墮入地狱的业宴前 结果天寿已尽 就堕落地狱了 所以说 从天生地狱 从地狱生天 那如果是一旦堕落 阿鼻地狱的话 就恐怕不是千佛所能救度的 这样千佛不能够救度的 極恶众生 阿彌陀佛能够救度吗 虽然阿彌陀佛在因地 發言的时候曾经说 不誓得佛 普行此愿 一切恐惧 为作大安 令我于誓促成正过 拔诸生死 勤苦之本 拔人勤苦生死根本 適令如佛 轮回诸趣众生类 畜生我察受安乐 常运慈心不有情 道尽阿彌虎众生 山漠道中地狱我鬼畜生 皆生我察受我法化 不苟释成佛 但是那些是因地的时候所说的 成佛之后 是否兑现呢 是否有经典的理正和事正呢 这个如果以观经 夏品夏生的经文 作为理正和事正 就是最权威的证明了 夏品夏生的众生的被救 彰显了阿彌陀佛所成的正觉 确实能够救千佛所不能够救的 逆磅展堤的 激恶激苦的众生 所以可以说夏品夏生的经文 不但在解说第十八愿 亦都在为第十八愿放肛 同时亦都是阿彌陀佛 在夏品夏生放肛 而且光芒万丈 不止是光芒万丈 根本是无法形容的 就如同《无量寿经》说 一月摩尼珠江艳耀 皆色隐蔽又如醉墨 又好像阿彌陀经说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各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彌陀 好像这样的光明 有什么目的呢 有什么功能 有什么作用呢 《观无量寿经》就有解释了 《观无量寿经》说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涉取不舍 这样善道大师将阿彌陀经 和《观经》这两段文 综合起来解释说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各无所障碍 为观念佛众生涉取不舍 故名阿彌陀 又说 但有诸念阿彌陀佛众生 彼佛深光上照示人 涉护不舍 总不论照涉如习业行者 就好像善道大师所解释的 阿彌陀佛这样的光明 是为观念佛众生 为照念佛众生 为涉念佛众生 不涉非念佛众生 因此知道 阿彌陀佛有没有听到 阿彌陀佛有没有听到 因为阿彌陀佛有没有听到 阿彌陀佛有没有听到 我們一舉手一叩頭的拜佛,阿彌陀佛有沒有看到? 有! 阿彌陀佛有沒有用光明來照攝我們? 有! 阿彌陀佛光明照攝我們,我們練佛的時候照攝,我們沒有練佛的時候有沒有照攝? 有! 好像就不太肯定了,照不照啊?照攝! 所謂一直到臨終都不捨離的,表示日頭亦都照,晚上亦都照,念佛的時候亦都照,不念佛的時候亦都照,乃至你當下在煩惱的時候亦都照 現在光明照著我們,是保護著我們,同時亦都等待著我們 一直到臨終的時候,就顯現來接引我們到極樂世界 我們有些念佛人會懷疑,那臨終的時候如果昏迷,沒有在這裡念佛,或者是沒有昏迷,但是病痛是念不出佛來,難道亦都攝取嗎? 或者是遇到空難,遇到車難,遇到海難,在這種橫逆之下往生,斷氣了,也能夠接引往生嗎?百分之百接引往生的 我們只要負責,現在尊稱彌陀佛明,阿彌陀佛負責我們臨終往生極樂世界 我們往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負責,這樣尊稱彌陀佛明,我們負責 好似你只要老老實實這樣,安分手機這樣坐在飛機上面 你不用擔心說這架飛機要怎樣飛行,要怎樣著陸,這個是駕駛飛機人的責任 你都不用擔心說這架飛機會在空中爆炸 當然飛機有可能爆炸,阿彌陀佛運載我們都極樂世界,這個六至萬得鴻鳴的飛機是永遠不會爆炸的 接下來三,淨土,阿彌陀佛的成佛完成了極樂淨土,這個極樂淨土是怎樣的淨土呢? 釋迦牟尼佛在《無量壽經》讚嘆地說 其佛各土清淨莊嚴,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意思就是說,此方有世界,他方有世界,十方都有世界都有淨土 但是,唯有彌陀淨土,才是十方淨土當中最為清淨莊嚴的 這是釋迦牟尼佛這段法語的解釋 任何眾生,上至等覺菩薩,下至阿彌眾生,一旦往生到這樣的淨土 都是阿彌佛智,都是一生寶處 如阿彌陀經說,極樂各土,眾生生者皆是阿彌佛智其中多有一生寶處 又如大經說,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收集普賢之德 又說,比佛各土清淨安穩,微妙快樂,此無為泥魂之道 其諸聲聞,菩薩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達,涵同一類形無異狀 但因順如方,固有天人之命,顏貌端正,超世稀有 容色微妙,非天非人,皆受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 彼閣菩薩皆當究竟,一生寶處,隨其本願,為眾生故以弘誓功德 而自莊嚴,抱欲盜脫,一切眾生 上面這幾段法語,都是在講明,極樂世界 是怎樣的超聖的一個世界 使人不管是聖人或是凡夫,一旦到了極樂世界 就立刻超越了十地 而到達等一生寶處的福慧 接下來,請再看講稿 第十一點 顯第十八願之,為除易綁,有方便益子,眾生根基 無一遺留,戒惡勸善之義 阿彌陀佛超法無常殊勝之願 誓欲講究十方罪苦眾生,包含阿備地獄 所以說,尚運慈心,不有情,道益阿備苦眾生 而在他的根本願,也就是第十八願 就有,為除五易,匪綁正法 八個字的益子之文 易綁,正是阿備地獄的眾生 這樣的話,願文和願心似乎是相互矛盾 究竟真意是怎樣呢? 必須融為其他的經文,以及祖師的解釋 否則,依文解義,不免三世佛冤 首先,從觀經,下品下身的經文明白地顯示 五易綁法的阿備眾生,仰望彌陀的救度 符合阿彌陀佛,道盡阿備苦眾生的悲願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圍除五易,匪綁正法的願文 必定是另有所指的,而且含義恩重 否則,這麼重要的本願文,不會有這八個字 如果,合會祖師的解釋 就明白,圍除五易的經文,含義是很深的 阿彌陀佛的用心,親切至極 圍除五易有什麼心意呢? 在這裡舉出四點稍作解釋的 一,顯方便益子 善露大師,觀經疏 散善義,亦綁除取問答的法語就說 四十八願中,除磅發五易者 然此之異業,其將極重 眾生虐造,即入阿彌 歷劫周章,無由可出 但如來恐其造詩易過 方便子言不得往生 亦不是不攝也 有下品下生中,取五易,除綁發者 其五易已作,不可捨令流轉 還發大悲,攝取往生 而磅發之罪未為,由子言 若起磅發即不得生,此就未造業而解也 若造還涉得生 這段法語是比較尖結 不過,歸納起來有兩個意思 一,未造益子,防造重罪故 之所以,益子五易,磅發 乃是因為這兩種罪 是一切罪中最為嚴重的罪 眾生如果造這種罪的話 就會值得阿備地獄 受無量的苦 多劫之間不能夠出來 因此 阿彌陀佛為了防範眾生 造下這兩種罪 才方便一子 考言,講話不得往生 這個是就未造益子來講的 二,以造攝取 大悲普救故 就阿彌陀佛的本意來講 是為了救度十方眾生 不論有罪沒有罪都要救度 在這裏所講的 遺除五易,誹謗正法 一方面是為了警戒它 二方面是為了使去回心 所以,如果造下了這種重罪 阿彌陀佛亦都不忍心 看它繼續這樣流轉 而讓它回心念佛來救度它 就好像下稟下身的根基 它已經造了五易之罪 佛不忍看到它的流轉 還讓它回心念佛而攝取救度它 這就是以造攝取的涵意 第十八院所講的 遺除五易,誹謗正法 因為它還沒有犯 所以深深地警戒它而益子 如果它已經造了 必定讓它回心而來救度它 所以善道大師說 約造還涉得生 由善道大師的法語可以知道 第十八院所講的遺除五易 誹謗正法的遺除 是就以益子的角度來說的 益子的最終目的不在益子 而是為了攝取、救度 所以益子本身 並不是永遠這樣益子 因此不論就攝取 也就是救度這邊來講的 或者是就益子 也就是就警戒這邊來講 都在於彰顯阿彌陀佛 救度十方罪苦眾生的大悲願力 二顯眾生根基 一子之文 也都在於彰顯十方眾生的屬性 第十八院雖然說十方眾生 但是有些人是不明白 他是凡夫還是聖人呢? 是善人還是惡人呢? 因為有遺除亦綁 這句法語 所以才知道是十方眾生之中 是以凡夫為本的 這是聖凡相對 凡夫做罪需要被救 聖人不做罪又不需要被救 所以善道大師 就是觀經朔元義分 定為凡夫不為聖人 也就是說 他肯定是為了凡夫 不是為了聖人 這樣凡夫之中 有大、小、善惡多種 以我人為先 這是善惡相對 因為善人還有得度的機緣 唯有極惡無他方便 如果不蒙救度 就當下墮入鴨鼻地獄 善道大師 觀經朔元義分就說 諸佛大悲於苦者 心偏敏念常沒眾生 是以勸歸淨土 亦如溺水之人 急須偏救岸上之者 何用濟為 所以我就寫下了這幾段法語 大家請聽 可知十方眾生 凡夫為本 惡人為先 人皆凡夫被業所獻 難免做惡 為惡而苦 若見此問 欲賭固親 佩閣親切 感動提令 欲火可出聖佛可期 亦知諸佛之中 惟有彌陀大慈大悲 拔苦與樂 救度惡機 如我如惡 若無本願 何法可修 必度無間求出何期 這一段話 雖然比較文言敏一些 不過很容易了解 一看就明白了 三 顯無一遺留 也就是 舉下攝上 舉惡攝善 十方眾生 無一遺留 不論何人皆得皇生 以此啟發眾生信心 可以知道 益子們 會放在第十八願 一看 意義是為了顯明 佛敏惡機的大悲 也就是顯明 阿彌陀佛悲悲 罪惡眾生這種大慈悲心 同時也顯示 本願 所要救度的 普遍性 和決定性 是無一遺留 無一不生 無一遺留 同時也都以這個 來啟發 一切人 決定皇生的信心 善道大師 有幾段法語 都在這裡顯明 阿彌陀佛的悲心 是徹底到 五逆磅發的眾生 能夠救到五逆磅發 展題的眾生 這幾段法語這樣說的 善道大師 法事讚 逆磅往生之文 以佛願力 五逆十惡 罪滅得生 磅發展題 回心皆往 善道大師 波周讚 李劍名號之計 李劍即是彌陀號 一聲清念罪皆除 磅發展題 行十惡 回心念佛罪皆除 善道大師 觀念法門 造罪回心之文 一切造罪凡夫 但回心念阿彌陀佛 願生淨土 尚盡百年 夏至七日 一日 十星 三星 一星等 命欲忠時 佛與聖眾 至來迎接 即得皇生 善道大師 一日及一日 夏至十星 乃至一星 一念等 必得皇生 以上這幾段善道大師的法語 都在顯示 為除五逆 匪榜正法的願文 其一道彰顯 迪陀悲陀悲願徹底無遺 任何眾生都要救到無一遺漏 乃至翼榜展題也不例外 四 遣戒岳勸善 諸佛出現這個世間 都在勸道眾生 要諸惡莫作終善奉行 當然阿彌陀佛的本願也是這樣 因此本願說 為除翼榜 這樣無量受經下卷 更擴充這個為除翼榜的含義 而講說五善五惡的這個勸戒 可以知道 阿彌陀佛深深地希望念佛的人 能夠敦倫盡份 閒邪傳聖 諸惡莫作終善奉行 奉公守法為世良文 譬如 益子 殺父殺母 就是在勸勉孝順 而孝為百行之機 百般的倫理一切善行 都是由孝而生起的 所謂親親而人民 人民而愛物 因此知道佛 是歡喜正和善 而憐憫邪與惡 就好像父母對子女 雖然一事平等 但是特別憐憫殘障的兒子 阿彌陀佛也是一樣 喜歡人家行善 不喜歡人家行惡 雖然阿彌陀佛 善也都救度 惡也都救度 但是看到善人則歡喜 看到惡人就會悲痛 因此我們應該成為一個善人 而一生念佛 對不對 對 阿彌陀佛 不可以誤會說 我有阿彌陀佛做靠山 因此可以為非作大 可以 這個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可以這樣嗎 不可以的 反而要去體會彌陀的悲心 而去行善積德 做一個世間的善人 好人 三義行為端端正正 來無形中感化周遭的人 和我們一樣的念佛往生 發言上人亦到一段法語就說 信罪須十惡 五亦亦得往生 而不犯小罪 罪人上生何況善人 信行須一念十念尚且不空 而應無間修 一念上生何況多念 所以這段法語也都在顯示 我們念佛的人 即使是少少的罪也都不要去犯了 固然我們犯罪念佛 亦都能夠往生 阿彌陀佛亦都同樣的悲鳴 但是我們要體會佛心 是要我們行善來念佛 不是要我們行惡來念佛 當然並不是說 你念佛如果不兼行善 那就不能夠往生 不是這樣的 往生的正恩始終都是清明念佛 清明念佛 是不需要其他的幫助的 更不需要其他的插手 只是體會佛心 我們應該隨緣隨份隨力 去行好事 說好話 接下來請看廣告第十二點 顯惹惡人念佛上究 何況善人念佛 舉惡涉善 下品下身的眾生是一個惡人 而且是一個大逆不道 十惡不赦 最大惡極的惡人 他一生不但就沒有行善積德 也沒有貴衣也沒有食素 大概連寺院都沒有去拜過 他在臨終的時候 地獄之火已經燃燒過來了 閻羅王所派的鬼卒也要來鎖拿去了 但是就在他念念佛當中 地獄之火化為金蓮花 這個人立刻脫離了地獄的果報 並且往生正土 將來必定成佛 下品下身的經文 透露出阿彌陀佛無限的慈悲 絕對的大愛徹底的救度 好像這樣的惡人 阿彌陀佛都會救他 何況其他眾生 何況我們在座各位呢 一生行善即德 奉公守法為世良民 雖然有煩惱罪孽 但仲不至於十惡五亦磅法 具諸不善 下品下生都能夠往生了 我們怎樣不能夠往生呢 這叫舉惡攝善 攝是包含之意 舉出一個極惡的人 亦都能夠往生的例子 來包含善人 乃至所有眾生之類 無不在救度之列 因此善道大師說 一切罪惡凡夫 相蒙罪滅 正涉得生 何況聖人怨生 而不得去也 又說 仁天是惡皆得往生 到比無恕齊同不退 又說 他方凡聖成怨往來 到比無恕齊同不退 所以這一段經文 給我們的啟發 非常地徹底 可以說是給我們 大安心大滿足 給所有修人人最後的希望 同樣這樣的意思 並不是暗善我們可以做惡 為什麼呢 佛教的根本精神 剛剛說的是 諸我莫作眾善奉行自正其義 佛看到行善職德的人 就加以讚美讚嘆 看到為非作大的人 都會加以虧勸 勸道 之所以連惡人也都要救 並不是因為他做惡才救他 而是因為悲鳴才救他 因為佛是冤親平等 自他一體的 所謂無我見無人見 無眾生見無仇者見 是無我上人上 眾生上仇者上 佛對眾生都是無我的 他只是一心要救度對方 並沒有去分別他是聖人或者是凡夫 是善人或者是罪人 是出家眾 還是在家眾 是男眾還是女眾 是年輕還是年老 對佛來說 他是沒有這些分別心的 就好像一個萬寧仙丹 不理是出家人在家人 會修行不會修行 心清淨不清淨 不理誰吃了下去 因為這一粒藥自自然然 就會在身上散發出藥效 任何疑難雜症都會弱到病除 不理是懂得藥效才吃這粒藥 或者是不懂得藥效而吃這粒藥 甚至是被人強迫地吃這粒藥 通用到會天性自然地 任運自然地在他身上產生了藥效 阿彌陀佛的救度是天性自然的 是沒有分別心的 如同這粒藥一樣 你只要吃下去 不理是誰都能夠平等地 在每個人身上產生功效 當然 世間也有所謂的靈藥 但是卻有可能 因為某個人業障特別深重 所以藥吃下去就不太靈了 但是阿彌陀佛的這粒是阿騎陀藥 是慢病種子 是無有障礙的 沒有說吃下去不靈的 連下品下身的根基 都能夠很明顯地產生效果 何況是其他人呢 以此就可以知道 我們只要真地願生彌陀淨土 尊稱彌陀佛命 都是極樂世界的聖眾之一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念佛不能夠往生 那是等於認為阿彌陀佛還未成佛 等於我們還在懷疑阿彌陀佛 怎樣懷疑呢 哎呀我在這裏念 不知道能不能夠往生呢 我煩惱重 我孽障深 我妄想集念特別多 這樣念佛不知道能不能夠往生呢 不念佛更好 一念起佛來 東上西上 好像這樣能夠往生嗎 又沒有功夫成片 夢未一遇 又沒有獲得清淨心 這樣念佛可以往生嗎 如果是這樣想 就是誤解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知道每一個人的根基 是各不一樣的 出家還是專業的修行人 所以念佛的時間比較多 因為它是沒有加累 沒有後顧之憂 念起佛來或者是心比較清淨 這樣再加重大多數 都是視龍工商 上有老下有少 如果遇到金融風暴 負債累累 這樣念起佛來 就難免三心兩意 東上西上的 這一切阿彌陀佛都知道的 阿彌陀佛就說了 你們就以各自的根基 尊稱彌陀佛明 時間到了也是臨命中的時候 我會率領觀音細緻 清淨海眾 敲羅打鼓 浩浩蕩蕩地迎接你到極樂世界 時間如果還未到 我就會以光明來照耀你 保護你 跟隨你 我就停在你的頭頂上面 與你同在 這個就是阿彌陀佛了 知道嗎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這樣怎麼算是阿彌陀佛呢 如果不能夠被我們往生的話 他連成佛的資格都沒有了 豈能夠有阿彌陀佛出現呢 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下品下身的經文 被我們滿心安慰 感覺 幸運 幸福 能夠遇到阿彌陀佛的救度 不可思議的萬德鴻明 就好像一個修行人 他在深山閉關修行 但是 越修就越苦惱 煩惱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一日一日地加深 這樣哪能夠解脫生死輪迴呢 最後他遇到了阿彌陀佛的救度 看到了下品下身的經文 知道自己往生有份解脫有望了 黑暗的深淵出現了一片光明 為什麼呢 有希望了 有安慰了 他知道自己能夠獲救了 如果是沒有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 他的後果會是怎樣呢 苦苦老老而終的 然後還是繼續輪迴無盡 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 其實我們都是煩惱強盛 葉障深重的凡夫 阿彌陀佛當中 都陷藏有下品下生的種子 只是 還沒有起現行 如果六道輪迴都沒有脫出的話 這樣在生生世世 世世生生的無盡輪迴當中 難免會有某一生某一世 下品下生的種子起現行 而做出五逆十惡 甚至磅發展堤 因此輪迴不出 難免墮落 危險之志恐怖之極 所以要把握此生脫出輪迴 一念通三世 如果設想自己就是下品下生的根基 就會徹底放下 通身 倒靠 是沒有第二條路的 請問大家 下品下生的人 有沒有第二條路 那如果是善人的話 他有沒有第二條路呢 他恐怕會誤以為有第二條路 因為他認為 還不至於墮落地獄 他下一世還可能會做人 還會生天 他會覺得有沒有往生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是善人 下一世還能夠做人 或者生天 如果抱著這種觀念 那就危險了 如果了解我們彼此 都是下品下生的罪人 惡人 這樣就會謙卑 柔和 我哪有資格和別人不平不滿 和別人奸奸計較呢 他是下品下生的罪人 我也是 因此就會互相同情 憐憫 就會彼此自立包容 請再看廣告 第十三點 顯臨終念佛尚舊 何況平生念佛 舉臨終涉平生 這個下品下生的人 他是到臨終的時候才念佛 他唸了幾多聲佛呢 才唸了十聲而已 他都能夠被救了 何況我們現在 平生就已經在尊稱 原生彌陀佛命 原生彌陀靜土 而且永不改變 這樣怎麼可能不被救呢 譬如說 我們從南方搭兩點的火車 前往北京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是1點59分59秒 才揹著很重的包袱 急急忙忙地趕到火車站 雖然最後一秒就跳上車了 但是右腳就被夾在門外面 這樣他也能夠到北京 對不對 只不過是很危險 而我們是遊遊閒閒地 提前就已經坐在火車上面了 這樣更能夠安全平穩地到達北京 是不是 所以在這裡說 顯臨終念佛尚舊 何況平生念佛 也就是舉臨終涉平生 有些缺乏教理基礎的念佛人 雖然專修念佛 但是心中依然是坦剔不安的 憂慮現在雖然身體健康 精神明利 如果到了臨命中 病苦前身念不出佛 甚至昏迷不知道念佛 乃至突然遭遇空爛海爛 車爛地爛水爛火爛 風爛等等天災地變不測之禍 不能夠念佛而當下去世 不知道能不能夠往生 這個是不必要的憂慮 有這樣的憂慮 是顯示他對淨土中的教証 理正時正 還沒有根本性的認識 阿彌陀經說 阿彌陀經說 比佛光明無量 照十方各無所障礙 事故號為阿彌陀 觀經說 光明偏照十方世界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善道大師結合這兩段經文 而解釋說 比佛光明無量 照十方各無所障礙 為觀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故名阿彌陀又說 但有尊念阿彌陀佛眾生 比佛深光常照示人 攝護不捨 總不論照攝如集業行者又說 請念阿彌陀佛 願往生者現生即得延年轉秀 不遭狗橫之難 杜卓大師也說 縱使一形造惡 但能是義尊精 常能念佛一切諸障 自然消除定得往生 以上這幾段經是理證 說明念佛人現生 已經在彌陀光明保護當中 直到臨終永不捨離 一大命中就現生迎接往生極狂 即使昏迷也不能夠障礙阿彌陀佛的來形 正在彌陀佛的來形成 也知道明白 念佛自然能夠消災免難 逢空化吉 所以念佛人只要信任彌陀救到 平生安心念佛 一切自有彌陀的安排 臨終自有彌陀的迎接 不需要懷疑 不需要憂慮 阿彌陀佛說 一切恐懼為作大安 因此知道淨土中是被人安心 被人歡喜 被人滿足 被人希望的法門 念佛還有不安 就是還不知道淨土中 只要念佛必得往生的事例 古來有很多的淨土聖賢錄 往生傳記 念佛感應錄之類的書都有記載 念佛人如果能涉獵有關的教証 理正是正 而心的烏魂自然就消散了 信心的光輝是常朗招 請去看廣告第十四點 顯臨終少念尚舊 何況平生多念 舉小攝多 這個下品下生的人 他最多就念了十聲佛而已 他若念了十聲也能夠往生 何況我們自從念佛以來 何止十聲呢 尤其好像今天 大家念了多少聲佛呢 他臨終少念都能夠往生 何況我們平生多念呢 過去現在未來一直到臨終 都念念不捨相繼不斷 怎麼能夠不往生呢 善道大師說 一發心以後 誓不此生無有退轉 唯以淨土為奇 又說 念念相續不命為奇者 十積十生八積八生 不過念佛往生 不是以數目多少來決定的 不理念了念多念少 或者不理醉業是心是淺 不理工夫是高是低 不理雜念是多是少 不理清淨心還是有無 完全都是靠阿彌陀佛的佛力 怨力 完全都是靠這句名號的 光明威神功德力 使我們念念都是往生的正恩 念念都具備往生的功德之良 因此不論根基上下 罪福大小功夫有無 只要尊念佛明 臨命中的時候 佛聖自然不請自來 迎接王生 說到這裏時間也到 心願各位 信佛念佛 得生極樂 講道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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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